HELLO 十二月到了喔 在丹麥非常有聖誕氣氛 那我今天要帶你們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你看我背後這個風車 這是丹麥一個很傳統的風車 它裡面有一個聖誕市集喔 我們一起去瞧瞧吧 HELLO 大家 今天帶大家來一個很特別的聖誕市集喔 在丹麥這個時間會有好多聖誕市集在周末 可是這個特別的話是因為它是在風車裡面喔 那全部會有很多小小的丹麥他們自己手工做的東西 然後拿到這邊來有點像義賣 然後這邊義賣的錢呢再捐給這個風車 就可以讓它就是一直維修喔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裡有很多就是這些 很自己做的餅乾喔 有好幾款像這個崩培 這也是大家賣非常有特色的這個餅乾 那這些奶奶們他們手工自己做 然後再拿來這邊義賣 那這個我上次有教大家做的可萊娜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個也有奶奶拿來這邊義賣 非常可愛 那我現在啊 它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 聖誕的蘋果球 那為什麼叫蘋果球 因為以前的人做的時候呢 他真的會放一粥蘋果在裡面 那現在人就用雞技術就比較難 所以就沒有這個蘋果球在裡面 那吃這個的話通常會將糖或是糖霜 跟他們手工自己做的醬 然後身後這些爺爺們有看到他穿全白的衣服 一袋白色的帽子 這是以前在丹麥喔 他們做就是風車它它風力發電是為了要黏所謂的麵粉 那做些就是黏麵粉的爺爺 那因為麵粉是白色的所以很容易弄髒 所以那個時候呢 他們全部穿白色的衣服很可愛吧 風車喔是1881年蓋子 所以是非常老的風車 我們現在可以上去看喔 你看這個樓梯啊木頭啊 都是那個時候的木頭所建造的 在丹麥喔 聖誕節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聖誕裝飾 那有松果啊 然後有森柱啊 那你看還有的會在上面放蠟燭 那蠟燭的衣衣像這四根就是四個禮拜前 他會倒數到聖誕節 那在這邊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那有的是忍根的 他就會把日期刻在上面 那我再帶你們去看另外一個更特別的東西 叫丹麥的聖誕精靈 你看喔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聖誕精靈 那在丹麥喔 他們不是聖誕老公公 是聖誕精靈 那這些小精靈呢 他平常輸在你家的天花板上 那你看這些男男們的手非常的巧 像這個是用絲襪去包棉縫出來的 他每一個表情都栩栩如生喔 可以看到這個也是 那他精靈的做法很多 有的是用就是材套 那有的就是直接用手工縫製 那有的就是直接用手工縫製 到最上面就是材套的地方 那跟我們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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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喜歡用新鮮的聖誕樹 那通常你到聖誕市集也可以買 或者甚至自己到就是他們所謂的樹的mark 裡面去自己砍下來喔 那你看聖誕樹樹就大家長起來 那上面尖尖的地方就是插很多所謂的聖誕星星 這是這次為大家介紹的風車聖誕市集希望大家會喜歡 下次見